各位喜功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绿 欢迎大家在一起收听我们的海底辣植 在今天这个海底辣植 我们就是要继续来探索这个海科馆 时间过了很快 这样是有两次探索这么多集的海科馆 今天已经来到这个上海集了 在上海集为我们压祖要登场的 同样是我们海科馆展示教育组的组主任 陈立淑陈主任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立淑 上心底陈主任 也还有上陈主任为我们大家去过的 师主任来介绍一下 我们每个人对这个汉油科馆 普普罐都有了一定的认识 也知道汉油科馆普罐 它是一个这么豐富的普罐 当然最重要也是有机会 我们一定要亲身去这个普罐 来去走走看看 因为这个读万卷书 不如行万里路 但是这个行万里路近前 我们也在今天海底拉机 给大家一起来分享 我们的探索海科馆 那今天在最后一集的这个探索海科馆的节目内容里面 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海科馆 它的实际的算是实体书部分 我们送来的邮车陈主任为我们来介绍 各位听众朋友好 其实海科馆 我们有我们的任务 我们开馆之前 其实台湾就已经有非常多的博物馆 海科馆开馆之后 那我们自己该扮演的角色 就是说现在还有很多的资讯 其实是没有的 比如说以海洋这个区块 海洋生物博物馆有在整理 除了海洋生物之外 还有很多很多的知识 其实我们我们台湾人 其实是应该要有机会来了解 所以我们透过我们说 整整集我们有介绍过 说主题馆 或是说我们透过什么艺术 透过一些政治商务的一些案子里面 去介绍人家认识之外 我们还有出版品 那我们出版品 他们出版的东西 大概我们是认为说目前在国内 目前还不足的资料 我们来补足 那一公分在106年 我们有办一个叫做航海木工厂 那我们也知道说 最近那个海上休闲 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活动 可是海上休闲 它其实有一个活动是讲说 不论是讲说风帆或是环船 在我们国内可能讲说 都是一个刚开始的一个活动 在国外是已经有很多人玩的 那最主要就是大家对这一个部分的了解比较少 所以在那个特展里面的话 我们就会介绍一些环船的一些原理 然后从古早到今各种不同的环船 那包含在其实在在处于东方 在最早的时候就有一些那种中式的环船 在我们的特展里面都有介绍 他当初为了让这样的一个特展 不要说海上的东西都比较硬 所以我们特别用一个卡通人物 就是叫做阿乐 阿姨一个很可爱的小朋友 他做梦的时候 然后跑到那个一个叫做航海梦工厂里面 然后看他航海梦工厂里面各种不同的样子 然后去认识航海相关的一个知识 所以然后我们特展结束之后 其实这样的知识我们希望能够再传承下来 所以在海客馆其实我们就配合航海梦工厂 我们出了一本绘本 我们把阿乐的故事 他在里面看到的东西 把它做成绘本 那另外还有一个叫做梦想之凡 那梦想之凡就是当初在我们特展里面 介绍了很多东西 就是比较科学性的东西的资料的话 比如说风和帆的角力 就是环船为什么可以动 最主要就是风跟那个旁之间的那个作用 然后造成那些环船 那样的控制力的方向 那这种是比较专门的知识 我们在我们的专刊特案上面有 那对一般就是比较通俗的话 就是这个盲航海梦工厂 那透过这样的绘本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哎 真可爱哦 这个阿乐 在那里面望哦 嗯 啊 面望之后哦 哎 或许怎么会有一个人在叫他 嗯 然后 他结果 往来 那个曼坡 那就是一个小精灵 嗯 带着阿乐 嗯 然后 飞到梦工厂去 那这本书还比较特别 就是说我们还有那种 跨业的知识 比如说我们这一 在 嗯 把打开来的话 可以看到从 从以前到现在有一些比较重要的 我们讲说哎 我们说达尔文 达尔文是很有名的 我们在说那个生物的演化的时候很有名的哦 他那时候就是坐一个叫做小猎犬号 嗯 那这种的话其实基本上它就是一艘 环船哦 那其他还有说第一个环球航行的船就是维多利亚号啊 还有我们讲说哎 欧洲人发现美洲新大陆那是哪一条船 是圣马利亚号 所以这里有很多个在整个历史上面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呃 一个船 那我们拉开来这种折越里面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后面的话我们就会还有一些跟帆船相关的姿势 嗯嗯嗯嗯 然后包含说哎那我们在自由中国号 嗯 其实在海客馆我们有一个有一个自由中国号 这个自由中国号是以前就是从台湾然后航行到美国 那它有它的特殊的意义 然后现在这个整条船我们有在海客馆这边修复 所以未来我们听众朋友哪有兴趣说看这个自由中国号 这个自由中国号它当初就是怎么讲 坐用中式船船的样子 然后把它做然后目前放在我们海客馆的路口观察 所以在绘本里面的话我们也特别提到这本书 那在这里面的话有关于比较知识面的话 我们这里面还有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博士 那博士就会介绍大家说哎 譬如要设计船的话你可能会注意到什么 呃会用到什么样的一个工具 那基本上透过整个这个绘本就把一些 呃大家可以知道的一些船舶的知识 譬如说我们说神节 这种怕说怕感激这种这些 特别船上是应用很多 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常我们也会用到一个神节 所以在绘本里面都会有讲到 那所以透我们希望说未来透过这一本 那个绘本的推广 所以让更多的呃 人想要认识船船的知识的话 透过这一本就可以看 所以这个是比较通俗的 那海科馆目前还有做另外一件事情叫做口述历史 呵呵呵呵 我们台湾有很多跟海洋科学相关的研究人员 那整个台湾的海洋科学的研究的过程 以前是没有真的有人把它记录 那海科馆就有跟科技部 申请一个计划 然后去做一个台湾海洋科学家的一个采访 一个口述历史 然后透过这些研究人员的他 他在讲说他当初做研究的过程 我们也可以看到台湾当初整个海洋科学界的 那个发展的一个过程 然后再透过这样的过程里面 其实就是有些老师 他们手边其实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文物 比如当初他在怎么去发现一个特别的东西啊 或是当初他到某一个特别的地方的照片啊 在这个机会里面他都捐给海科馆 那我们常常讲很多东西 你要走向未来的话 你要先了解你的历史 那透过我们台湾的这种海洋科学家的一个先去 所以我们把这本书定调叫做台湾海洋科学的先驱者 那这里面就访问了非常多的一个教授 然后有几个面向 比如说海洋物理的话 我们访问了李贤文教授 宽光荣教授 梁乃官教授 那海洋化学有洪鼠章教授 陈振东教授 那海洋生物有赵广照教授 张冠雄教授 六一九教授 郑胜雄教授 那海洋弟子有陈鲁琴教授 王正胜教授 然后海洋工程师 黄正胜教授 然后王伟辉教授 黄辉煌 那海洋事务有胡念祖教授等等的 那透过这些老师他的整个参与这些东西的过程 你会看到台湾整个研究界的一个发展史 对对对对 然后不认识想要了解台湾整个海洋研究的过程 或是如果听众朋友有人对做海洋研究有兴趣的 你可以看一下这本书 不同的领域的人他们是为什么 他们他们从事的当初是为什么决定要从事这个 那工作的内容大概是怎么样 他透过这本书大概听众朋友都有机会大概略之一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难得 目前可能是台湾第一本有关于海洋科学家的一个口述历史的一个记录 那感谢主任为我们介绍一本非常精彩的绘本 《航海门工厂》还有非常有意义的这个海洋科学家的口述历史书 那因为在近几个节目里面 我们透过陈主任知道海科馆有推出很多教案 不管是海洋学习中心还是离海学堂的内容等等 那请问就是配合这些教案 海科馆有推出什么比较具体的类似配合教案的一些教材吗 哦有当初也是那个教育部 他有一个有一个计划是叫做大手牵小手 那基本上就是研究人员跟教学现场的老师合作 去做一些那个教材的一个开发 那那时候我们针对不同的对象 比如说低年级的学生啊 幼稚园到一到四年级的 然后我们有一个就是生活中的鱼 就是说因为那时候我们就在想 你到底说什么议题 对大家比较有用 那其实我们说台湾其实 我们接触最多的就是海鲜嘛 对不对 那海鲜里面如果从海鲜里面 你可以发学什么样的故事 所以我们叫做生活中的鱼 那基本上就是从大家常见的鱼去出花 它里面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故事 所以低年级的有叫害小鱼 在害小鱼的这本书里面的话 基本上我们是用一个故事书的方式 说故事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在讲到鱼的游泳速度 我们就会讲说很多海洋生物在做赛跑 那谁跑第一谁跑第二 类似那样的这样去弄 那我们都还有一些讲说 比如说鱼吃什么 那这边就有讲说 吃藻类或是水藻的 或是都是杏仁鱼这样的 那另外一个针对比较高一点的孩子的话 我们会有另外一本书叫做 鱼取雨球 那这一本的话我们就开始 其实大一点孩子很喜欢看漫画 所以刚才那个是像故事书一样绘本的方式 那在这一本里面的话 我们用的方式就是属于比较 是用那个前面都有一个四个漫画 然后透过四个漫画去讲出 我们带出他们这样的一个议题 那最后一个的话就是针对 国高中的话我们叫做生活中的雨 那对国高中的学生的话 有关于生活中的雨 他要告诉我们的故事 应该是可以再深入的去了解 所以我们就有这样的三个不同 针对不同年龄层的一个书籍 那为了让老师能够充分的利用这些 我们这是学生用的课本 我们有一个像现在那种参考书的编排方式 就是说我这里有学生的一个课本 那旁边该补充的资料在同一页 比如说第19页可以补充什么资料 比如说在讲鱼的牙齿 那我们教学补充资料 就是说从牙齿来看作它的实性 那这就是提供老师在教学的时候 有一个更清楚的补充资料 就因为我们现在教学上最常用的就是参考书 所以基本上它的格式就是像参考书 可是它这个参考书是我们科普教材的参考书 不是学校的 那当然当初跟学校老师合作就是说 这个议题是可以跟学校里面的课程配合的 是 对所以我们在每个书里面我们也有对应说 这个教案或是这样的议题在学校的哪一个课本 或是哪一个学科里面的哪一个里面的议题 它其实是相吻合的 或是甚至那时候他们有说九年一贯的那个 等于你教学会有一个指标 那我们这个都有一个对应的一个指标 那就是让教学现场的老师就是说 他只要手边有这本书 他自己就可以来执行这个教案 好 虽然说我们说行万里路 圣读万卷书 但是我刚刚说这款知识的吸收海洋教育这种知识的吸收 其实实体书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也感谢海科馆这么专业的就是单位 来为我们出版这些相当优良的作品 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有机会都能接触到这些书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找机会 亲身去海科馆走一趟 那我们知道陈主任是从海科馆筹备 一路到现在就是参与在其中的一份子 那对海科馆就是营运到现在以及未来的展望 请陈主任为我们简单的做个总结 海科馆我们希望说我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海洋教育的平台 不论是说你需要一个教学体验的场域 你记得有海科馆 我们海科馆不论有子题馆的八大展厅 我们有户外的环境 比如说渔村渔港还有朝间带 这个都是大家可以来亲自来体验的 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老师你觉得你需要真的 你觉得海洋知识你需要补充有海科馆 海科馆会不定期的办理各种不同老师的那个种子教师培训 那欢迎各位老师来参加我们的种子教师培训 那如果老师说可是可能我们目前还没有时间到海科馆 没关系我们也有到校的方案 譬如说我们的全民科学周 那老师你只要自己过来 那你自己把那个内容你把它学习好 就是你把它清楚了之后你就会把它带回去训练你的学生 那海科馆是会提供教案的 那你如果说我也没空来 没关系我们还有另外一个 我们有提供一个完整的教材 那各位老师只要买的书 你回去自己就可以研读 那如果有问题的话你都可以跟海科馆研读 那基本上我们海科馆我们自诩 就是我们自己是一个海洋教育的平台 那各位老师需要的资源不认识从 从实际上的一个一个现场的体验 或是那个教材教案的一个 一个我们的推推广 或是说你要教师真能 海科馆都有 所以欢迎各位老师就是说 呃就是 踊跃就是好好的利用海科馆 好好利用这平台 对那我们海科馆有电子报 你如果说哎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科学时候 种子教师培训 或是什么样的一个活动的一个推广的话 那欢迎各位哈 比如说包含像曹艺术 我们学校也有兴趣要去做这样的活动 那就请各位就是订阅海科馆的电子报 那你就可以及时收到海科馆各项不同的活动 那你就不会错失任何的机会 那基本上海科馆就是 呃我们除了自己努力的开发各种的活动之外 我们也会积极找到很多的一个经费 所以有各式各样的活动 那就欢迎各级学校来来利用 当然除了主任刚才一再呼吁各级学校还有老师之外 当然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不管男女老少 然后台湾各地的民众 在任何时间相信海科馆都等着大家来利盈 哦对当然当然当然 当然亲子也是一个我们很重要的客群 那因为我们有很多活动 他其实都是很适合家庭的 那基本上本来博物馆的功能 其中一个功能就是一个休闲 如果你今天只是说想到海边看一看 然后认识一下海洋的东西 也不见得是为了学校的什么样的一个什么东西 但是你就是来这个海科馆走一走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体验到海洋的一个一个广 一个夸安 然后我们面对海洋其实人体其实是可以 前辈前辈再前辈 没错没错 好那总共一句 听了这么多 听了这么多这个海洋的海洋 来介绍这个海科馆 我们最重要的也是找机会 这样亲身来去海科馆走走走 非常感谢海科馆展示教育组的陈立淑陈主任 多谢各位听众朋友这个礼拜的 这几个礼拜的陪伴 谢谢 好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海洋的海洋 今天这个海洋的海洋 各一段落 也代表到过去整个星期这样小脸 探索海科馆的血液 买各一段落了 所以在这里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 爱的记忆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说有机会 一定要找机会 去海科馆走走走走看 第二件事就是 大家后一星期要准备收听我们的海洋 再次感谢各位收听 我是阿里 这是蜜蜜公播电台 大家拜拜